Hello,今天我买的升降桌终于到了 因为最近一直在家办公 所以呢在办公桌前的时间非常多 我们在办公室的那个桌子呢是可以升降的 所以我也想在家里面搞一个一样的升降桌 这样有的时候就可以站起来工作 不会太伤到腰啊背啊这些地方 我现在的书桌非常乱 理好了马上又扑乱了 觉得我想要趁这个机会 把升降桌装好之后 正好整理一下我的桌子 把那些不要的东西扔掉 然后不常用的东西把它挪一下位置 然后打造一个很干净整洁的书桌 那现在就看一下我现在的书桌乱成什么样 OK这就是我的书桌 现在非常的乱 我办公化妆做任何事情都在这个桌子上 现在可以看到这就是我的日常乱的不行 主要就是有电脑和这个显示屏 然后这里有乱七八糟的口红 化妆品喷雾什么的 这个是镜子 然后下面有一堆工作常用的 呃 资料啊文件啊什么的 然后一堆笔记本便利贴 然后旁边还有各种线 这个是我自己那台电脑的那个adapter 好记住他现在的样子 终于收拾完了 显示屏现在放在了左边 台灯也是在左边 然后当中就放一个电脑 这是笔筒 这是上班要用的文件笔记本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化妆品 都放在这个篮子里了 这些线都是不得不放的 才会在这边 其他的桌子的线 我都想办法把它固定在下面 就藏起来看不到了 看上去一下子整洁了好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升降桌我现在用了几天了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吧 首先是它的安装过程 大概花了我一个半小时左右 这个桌子非常的重 所以最好有两个人可以帮忙抬一下 然后我很喜欢它一个点 是它送了很多就是可以把那些电线 藏在桌子底下用来固定的那些安装包 一个个小的那个东西 可以把电线固定在那个桌子下面 这样子的话就桌面下面就显得很整洁 不会看到很多电线荡在下面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它的高度呢最低就是跟普通的桌子差不多高 我做的正合适最高可以达到很高 然后我平时站着的时候的高度差不多是比最高稍微低一点点吧 但是我也会调到最高那一档 就是只是用来看电脑看剧 就是不用手架在上面的那样 就是纯站着 我觉得那个也是不错的 然后它的记忆有四档嘛 然后但是我只用了三档 它的声音呢不是非常吵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个桌子的沉重呢官网上面说是300磅 然后我有坐上那个桌子升降试过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的稳 当然我没有300磅那么重 最后呢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原价是569吧官网上面 在黑五打折的基础上呢 我又用了一个code可以再打10%的折扣 然后再加上它因为跌累了再给了我10%的折扣 所以说我最后税后的价格是375块钱左右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就算现在打折没有打得那么多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因为我用了这个桌子之后 我觉得我站着时间变多了 然后站着的时候也会活动一下 就不会一天8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坐在电脑面前那样子 我觉得非常推荐可以入手这个升降桌 OK 这就是我这期的视频内容 感谢收看 拜拜